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关注暗夜惊魂在新竹的宝山 一名男子他因为长期吸毒的关系结果出现了被害妄想症 连续有多次是在深夜拿泪气朝人车来砸去 结果造成有三辆车子毁存有四个人受伤 新竹地院审理之后依伤害与毁损罪判刑9个月 精神器清楚拍下就在2021年12月14号晚间 骑士骑车经过突然遭到男子持泪气攻击 地点就在新竹县宝山乡 双零路一段甲山林后门 这次攻击事件造成骑士受伤 机车坐垫破损 其实这不是头一回有民众遭人持泪气攻击 三年前也出现类似状况 这回遭殃的是一辆双载机车 后座女乘客受伤 这条路平常车子也不多 人也不多 蛮危险的 这种偏僻的地方应该很可怕 这次事件不光出现在2021年 今年2022年初1月的时候 又一名骑车路过的民众莫名遭到攻击 被捕撕裂伤 伤口长达10公分 连续攻击事件 造成三车四人遭砍伤或毁损 太夸张了 人员太寒致了 民众报警后 引起警方重视 过滤周边监视器 锁定这名刚刚出狱 却依然不知悔改的男子 逮捕后调查发现 男子是在马路上随机挑选下手对象 持力气向路人攻击 恶行重大遭检方起诉 法官审理后 这位男子在公共场所 随意攻击不特定人士 造成社会极度不安 依伤害与毁损罪 判刑九个月 记者杨仁荣新竹报道